我用這種粗粗的硬硬的栗子下去煮豆漿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正在賣力的煮還有15分鐘 好像成功了我會看 還不錯啊再加一點糖 真的是他都全部都有打碎都沒有什麼渣滋看到 很棒 好現在來加一點糖 加一點白糖 還有湯匙 蓋好之後呢鋪中點是 關掉之後再打開 然後選清洗的功能 這樣他就可以把它攪勻 把糖攪勻 剩菜 清剩菜料 做早餐 昨天鮪魚罐頭剩的鮪魚的油 現在把兩個蛋進去 看已經用水洗過了 大了大 喔 跑出來 換個大碗 大碗 大碗 加一朵胡椒 加一朵胡椒 然後把昨天鮪魚 煮下去吧 因為鮪魚不用煮太久了 它已經是熟了 那因為我的丘培呢也是熟的 所以我趕快把鮪魚擠進去 好 比較容易熟 就最後兩條了 這個熟粉 我趕快把他燙的還滿軟的 所以整條都可以吃下去 醃下去 再加起司片 小火 带住 等它凝固了就好了 好色 可以了你看 都已经烹起来 大概7分钟到10分钟 它就会烹起来 现在已经凝固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 再煎了2分钟 切到旁边稍微再脆 有点焦脆 好了可以了 烹火 快吃 在生松买了台湾制作的爆米花 买了是起司口味的 吃吃看 有点乖 咸咸又甜甜 还可以了 芝士味道没有很重 好像甜味比较重 是榴莲盛产季节 天气很热是吗 正好 吃吃看 多多多一会儿 在来